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7月16日 今天来谈谈习近平 新黄社和人民日报都发表了一篇文章 讲到习近平在15号给全球首席执行官委员成员回电话 回信,不是回电话,回信 赞赏他们对中国和平发展,开放发展的坚定信息 和继续扎根中国的承诺 以及对中国经济发展提出的建设性的建议 给大家看看人民网的截图 人民网的截图 这是人民网 那么新华社也做了这个报道 新华社的报道 这个版面是非常设计的非常漂亮 显得非常这个 边界记者 故意是推荐啊 这篇文章 这篇回信 给全球首席执行官委员会 所谓的首席执行委员会 就是39家跨国公司 其中有18个人 说是给习近平写信 赞扬中国等等 那么习近平回信 那么习近平现在人在哪里回信 是在北京回信 还是在陕西还是在这个青海 不知道 因为中国地盘太大了 领导人藏在什么地方 这真成了一个问题了 那我就想有一个问题 给全球 这个首席执行官委员会回信 那你在地球什么地方 谁不知道啊 只看到什么 新华社这个电稿 是从北京发出来 一般情况下 那是应该在北京 但是在北京什么地方 是在地下公司里面 这个藏着呢 这个还是说在中南海 还是在其他地方 讲不清楚 而且这里面讲到什么 讲到这个高度融合 你说融合 西平现在这个 连这个到底在什么地方 都讲不清楚 怎么融合 怎么和别人融合 说命运共同体 在这个这幅信当中 又讲到反复强调共同体 现在共同体 最最显著的共同体是什么 令人愤怒的是什么 是费武汉肺炎 这肺炎搞的全世界 到处都是啊 造成了数十万人死亡 我今天看到一个数字 很惊人啊 单单是美国就死掉了 十多万 你想美国怎么能不火大 你再看这封信当中 还讲到什么呢 讲到叫普惠 那是你说普惠 应该是在中国 应当没有量级分化 应当是 这个所有的中国老百姓 都应当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但是你看贵州 这个大巴 为什么司机故意 把它开到这个水库里 自杀身亡 而且还牵连别人 针对那个不确定的群体啊 搞这么暴力的犯罪行为 死伤这么多人 那不那不就是造没造成 没达到普惠的效果吗 他连房子住房被病人裁欠了 新的房子买不起 住不起 巨者没有器物啊 怎么不叫普惠 习近平还讲了什么 要共赢啊 你怎么共赢 你拿南海的问题来讲吧 在那些岛礁上 建那么多军事设施 搞得越南有一件 菲律宾有一件 印尼有一件 等等 这怎么叫共赢呢 对不对 你说包容更谈不上了 港版的国安法都出笼了 你想 在香港就等于建立了一个 香港的政法委 开始抓人 还派一个过去镇压过啊 这个武侃事件的地方官 到那个地方去 镇视的这个香港的老百姓 把香港搞成今天这个地步了 这怎么叫暴容 徐章润这个就是在媒体上发表的文章 批评习近平 是不是 还有这个大炮 人大炮 就是骂骂习近平是跳梁小丑 你当一个最高领导人 群众批评你 知识分子批评 企业家批评不很正常吗 那么多的人怎么可能都人都赞美你 是不是 你看这个没有言论自由啊 甚至对网络都封锁啊 这个微信群都插封啊 怎么能叫包容呢 是不是啊 就不存在这说一套 做一套 你说开放 开放你言论也不自由 怎么叫开放啊 是不是 所以习近平这些给这个全球首席执行官委员会的回信里面啊 都是假话 大话 大话 废话 就骗你 就别人啊 还好意思你说 这封信摊黄子的放到这个媒体上 人民日报也渲染 新华人也渲染 还好意思 这里面讲到什么 坚定不移的推动竞技 全球化朝着开放 包容 普惠 平衡 共鸣的方向 发展 刚才我就随便讲几句 应该讲还是 不是说给习近平 这个诋毁他吧 对不对 而且我刚才讲到一个最关键的问题 你给全球的首席执行官 写信 你怎么 本人在全球 这个地球什么地方都成了一个谜啊 所以网上现在很多文章的猜测啊 这个习近平在哪里啊 我看到一篇文章写的还是不错 很有意思啊 你看 现在这个中国国内啊 这个洪灾非常严重啊 但是你看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 这已经不是说在这渲染夸张啊 有很多短视频呢 都清晰的记载着目前中国长江中下游老百姓的 这个困境啊 但是你看到现在位置 这个习近平在6月28号和7月12号 发了两条最高自私 也不知道吵在哪里 这事实 但是没有任何的这个领导中南海决策性的老领导人 到第一线去啊 能像当年江泽民那样 胡锦涛那样 温家宝那样啊 能去就算是表演表演也罢吧 都没有啊 是不是 这就是人们想起了什么 想起了这个 这个去年底啊 这个瘟疫大流行的时候啊 直到了3月这个10号 习近平才是千呼万唤的 事出来了 终于到武汉去了 结果搞得心思动纵啊 网上消息家 说是这个狙击手啊 都在小区这个楼顶待命 警察呢 一家一户的排查 好多家庭都住了警察了 警察在里边待着 而且说是 他这个在武汉这个期间啊 说是这个能够近距离接触他的人啊 手枪里都没有子弹 当地的警察没有子弹啊 说只有那些中央警卫局的人 可能是在丁薛祥领导下 或者王晓鸿顶到下 特勤局啊 负责 可能才有些争抢时代 从这个网上当时流露的一个视频节目显示 当时的围绕着习近平的人啊 跟随了他的大队人马 其实都是人 人质啊 人肉啊 这个人质 保护着 这个习近平的 这一旦有事的话 像当年文革那样 这个百万雄死世界啊 如果那样的话 可能 习近平就要 这个自己逃命了 让这些人打上 这人肉盾牌啊 打上自己的命 你可见都是非常非常这个荒唐的 过去哪有这种事情 在胡温时代是没有 对不对 在江泽民的时代 这个也没有啊 那么最近一次的路面呢 网上消息讲 就是说在 6月30号主持了中央政务局的集体会议 但是主持也是这个视频连线 也说不定啊 也没有同步的这个画面啊 正式画面 像以前的呀 一开政务局会议 这个样子就报道 都坐在那地方 现在也不知道啊 那么 真正人们看到的 就从电视上看到 确认他了 就是 这个6月8号到10号 到宁夏考察 然后回到北京 北京11号发生了 二次反弹在新天地 然后这个人就消失 这说明什么怕死 就一到了这个有危险的时候 你就见不到一尊了 一尊只在 这个地洞里面 或者在房间里 或者在哪个地方 神秘兮兮的 这个给这个写信 给那个写信 那么最近看到他是 又给这个 这个7月14号 打了两次电话 一个是和新加坡总统 李光耀 不是李光耀 李显龙 李显龙 一个是和泰国总理巴欲 通电话 但是通电话在哪里都能通啊 在陕西也能通啊 是不是啊 在青海啊 在边疆 新疆都能通 我估计很可能啊 连这个李克强都不知道他在哪里 他谁都不相信 你看中央那个 卫数区北京卫数区部队 司令员换了多少 多少差了 多少阵 我在上一个节目当中也讲到了啊 可能只相信这个身边这几个自将心情的铁哥们啊 像丁学祥 王小洪 这个栗战书啊 等等 此外可能谁也不相信 藏在哪里啊 没有人知道 一个藏在地球 这个不知道哪里的 中共的最高领导人 集权统治者 却给全球首席执行官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回席 这是个莫大的讽刺 那么今天的读报点评节目就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 谢谢